连续性 如果没有当的存在的话 我是从这个腿 我从这个腿到这个腿 我从这个腿到这个腿 你看他们之间是没有连续性的 就是这样子 它是从这个移到这个 从这个移到这个 中间没有连续性 所以我们每一次要移动的时候 当要先撑开 让它有一个连续性 就是说当我这个是在这里的时候 我现在要移到右 要移到右来 我把这个力量要连接到这个地方来 我要先撑当 当先撑 当先撑开 再落 当先撑开 落 当先撑开 让懂吗 所以你不管是前进后退左右 左顾右派 你在重心在移动 跨的松落移动的时候 中间必须要有一个当来连续 这样子你的动作 你的手上的动作 身上的动作才会连续 当是要圆的 当是要圆的 当就是两个跨之间的连接 所以你在这里的时候 你看这样走 我这样一走也是先撑当的 先撑当 这是落 松落 这是落 然后要走了 先撑当 先撑当 转到右 转到右胯了 落开 这是落 松了 先看我 先看我 在这边我要走了 撑当 撑当 连接 上 上步 这个上步 也是一样 等一下我们可能还是要练一下 今天早上他们练了很久 上这个步 上这个步用什么上 还是以当为主上 是这样上 这样上 你膝盖就不会过 你这样上膝盖就会过 上步是以当为主上步就到这边了 装 我要上 我要上这个步是这样出来 我是到这边也是一个装 这边也是一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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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步是这样上的 上步不可以这样上 这样上一定过去 你就没有装 所以在这边上上步 当一撑 到了 然后你看落 还是先撑 否则你会变成什么 你会变成这样子 这样子落到膝盖了 所以这个要撑也是一样 先撑当 把这个力量拉过来 连接到 产生连接了以后 落胯 再走 再撑 撑 你看撑当 撑当 落 转 这个胯一转 他就回来 所以这个是 转 在这边 这个力量 转到这边来 还是一样 撑当上步 上步 好 这个要往后做了 还是一样 你看撑开 否则你 你变成这样子 看到没懂 先拉开 把小腿先拉直了 装 装先有 装先产生了 转 转胯 撑开 落 你看 要往前往前移了 撑开 当撑开 落胯 落 然后打开 转 撑当 撑当 撑当转胯 落回来 撑当 你看 要按了 还是一样 撑当 推到前胯 不能推到膝盖 膝盖 膝盖在这里就不能动了 在这里就不能动了 所以 我现在后腿进 还没推完 是不是 你把它推完 推完还是要入胯 入胯 不能到膝盖 到这边 推 落 然后 你看撑 一落 撑当 一落 撑当 这边上步也是一样 撑当上步 不要这样上步 撑当上步就到了 落 你看撑开 撑开 到这边还是撑 连结在 连结在 当你往左边胯 移动的时候 整个就过来了 这样懂吗 所以左胯到右胯 右胯到左胯 中间要经过那个当的转移 那条路要在 那条路要在